- 往上翹,歷書的寫法,書法,法這樣寫 法這樣寫,出去,右上這樣寫,書法 比如說座,座它也許是這樣寫,寫出去 這樣寫 有點像剪模的那種味道,但是它是往上 其實不是剪模味道,剪模還是學我們很多人用章草的方式寫 事實上,它是漢章帝的時候,歷書轉變到漢章帝的時候 大家用歷書來寫極數的,比較極一點的行草書 章草那時候,凱書還沒有發展出來,所以章草還比較早一點 有點歷書、行書化的感覺 對,就行比較迅速一點 所以呢,有幾個張草的名家,像那個宋客啊 宋客 宋客啊,其實張文婦也寫過了,宋客 所以,張草可以練一練,但是張草還好吧 因為它那時候比較早期,比較像歷書吧 謝謝 好,來,這話太長了,不要那麼長,再短一點就可以了 可以,這個拉長一點 像,它這個歷書啊,寫得很扁 所以我們稍微縮緊一點,不要寫那麼大 那才會整齊,因為它很寬啊 所以,如果你要依照它的比例放的話,會出去 很外面 這個地方要稍微遠一點會更好 不錯啊,蠻好的 然後下筆的時候,要遠一點點 不錯,寫得很好的 再注意一下這個空間 是我們自己要求的,那時候可能空間上沒有太絕對 可是,就是說 書寫上面,因為這樣才會好看 所以你看看那個,來,幫我倒一下 還不錯,寫得蠻好的 然後它的縮筆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方式是,這樣過來一點點往上,圓一點點 或者是,慢慢的過來也有可能 所以呢,如果我們,我寫一個 比如說,春啊,圓啊 再過去一點點,慢慢出去 慢慢漂亮 春 圓了 慢慢的下來,出去 有沒有,春有 春有 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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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圓的 朝圈嘛 春有 對啊,朝圈啊 對啊,朝圈啊 春有百花 秋有月 秋有月 好,繼續 好,繼續 來 秋有,好 繼續 是 怎麼會拿到這個 這個會暈啊 那個,我們那個比較不會暈 秋有月 秋有月 哦,這個是出面的 對啊 所以我後來自己印不是嗎 哦 不過剩一些把它用掉了 夏有,涼風,冬有一些 不然就浪費了 夏 對,可能是鋼家的水 沒關係 嗯,好看就好 對不對 夏有 涼風 沒有很暈 這樣下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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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有雪 嗯 中有雪 雪可以上面那個出去 也可以下面出去 嗯 哦 啊,也可以這樣寫就好了 哦 哦 這樣出去對不對 嗯 其實有人出去啦 但是 我比較不愛這樣寫 這樣比較不整齊 嗯 啊,這個雪 其實還有可以寫成這樣 嗯 比如說這樣 出去對不對 出去對不對 下雪 嗯 下雪 嗯 嗯 嗯 下雪 其實也可以拉正常 東有雪 嗯 若無 若無閒事 若可以這樣寫哦 若可以這樣寫哦 若無閒事 你今天賺到你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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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再拿去那個印刷了 哈哈 哈哈 可以拿去影印啊 下次拿來分享 不要啦 不要啦 這個筆法不好看 因為這個筆 很兩框 老師不要太謙虛了 啊,老師那個謙虛 還是講實在話 好,這樣對不對 往上再往下慢慢點 若無 5 2 1 2 往旁邊出去 哦 弦式 弦式 我們的老師說 這個弦要用月亮比較正統一點點 你也可以用木頭 弦式 靈式 身軟 挖心頭 挖,這樣出去 挖 出去 上去 心 頭 辨世人間好時節 嗯 讓我們手上 收 鮮 你這樣說 我不想辦法拍攝 哈哈哈哈 上當了 老師 等一下 回不了家 我們下次拿來給大家 不好看啦 沒關係 如果要印的話 正經八百的寫 沒錯 這個筆不好轉換 不好藏進去 對 現在對 老師上個禮拜 你怎麼這樣啊 對 光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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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先拍過 對對對 可以寫日 可以寫月 好時寫 剛剛好 好 可以這樣寫 也可以這樣寫 但是還是正常寫 你在寫一個正常的 十 解了十大方寫 十 對不對 心經裡面有 十兆劍 心經裡面什麼都有 老師剛剛講那個蜜 那個碧陽裡面也有 心經那個蜜 心經只要都像你寫的那麼熟的話 幾乎很不熟 他上次說要吸褲那個硬的還沒有拿 你說那個還沒 那個還 那個還 那個她 她 她是眼硬的 她要等一陣子 下禮拜吧 好時寫的好 可以有兩個寫法 還有一個寫法是 一個女這樣過來對不對 然後 這個是規矩的寫法 好 這樣子 是一種 還有一種呢 是 這個先寫 是女 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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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女啊 是女啊 有些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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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加油一下 寫得不錯 好 那這個 這個 顏色上寫得很好 不要按太重 不要按太重 這寫得還不錯 這是 多寶塔 嗯 多寶塔還不錯 下一次帶字鐵 我幫你寫幾個 好 我幫你寫幾個 好啦 是寫幾個 比如說 我們寫這個 米 米 它這個叫做 公布 它老早的寫法 噢 就是這樣寫 所以呢 所以呢 這個 衛生紙嗎 所以呢這個 這個說唐朝 很多的簡體字 是從這裡 漂亮漂亮 哈哈 好 出 到中間來 有買新金的 有買新金的 對 那邊 有買新金的 有買的才能 有買的才能 謝謝星雲 早上的頒獎 對 早上頒獎獎 我剛剛來那裡忘記 謝謝星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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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長 試試看 好 謝謝 謝謝 來 上來 以後把它寫到正中量 會更好看 比如說 我們寫成這樣對不對 甲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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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下 入下 進來 出去按就好 反正你尿莓 就是這樣寫 謝謝 謝謝 這樣就可以看 這樣過來就好 好不好 這個不要太胖 瘦一點 彎過來 寫來不錯蠻好看的 右上寫這個要注意一下太短了 再長一點點 蠻好看的 這裡太短 可以讓它寬一點點 入橫後 你看一下尾的寫法 看一下尾喔 點在這裡對不對 然後到這裡 短一點 再延伸一點點 好拉開一點點 拉開一點點 你們到這裡來 這樣過來 上來 一二三 到這裡 所以呢這段會稍微長一點點 好不好 對 橫後 這個橫的問題就是 牽涉到三個物鎖 左中右結過 那你要怎麼寫呢 就是左中 稍微 近一點點 然後讓右 能夠往右邊發展出去 這樣才會正中才好看 看 這樣才好看 好 免得 免得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擠得太擠了 清修 胸中 胸還不錯啦 這個胸 就是故意把它寫成一個 一個 讓它的 讓它的部手移位 或者是移位 有沒有 這樣過來 這樣 一個 好 有沒有 這樣 這樣過來 右邊讓它拉長一點點 這樣過來 上去 那你說 放在左邊也是很好啊 好 你看看 但是這個要窄一點點 一 二 寬 有沒有 這樣過來 也可以這樣寫 好不好 好 好 就對重了 就是落款沒有 放在正中 不要胖 好 再來 謝謝老師 再來 哎 哦 比如 有 有大膽一點 還不錯 嗯 紅劍 劍這個太寬了 不要太寬 到這裡就好 到這裡就可以 所以太大 等一下 寫給你 還不錯 嗯 不要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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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長 你看 躺好就有這個 簡體字都要寫 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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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最來寫那個慶寫的還不錯 就是這個劍 好 這個劍呢 你要怎麼寫 這個劍的特色 就算以這個 這叫什麼布啊 它也不是臭布 你看一下 這樣 右上寫 重一點點 好 我告一下 然後一 二 到這裡對不對 平行 然後從這裡下來 也可以中間也沒問題 在這裡 好 這樣 右上 下來 到這裡來 不要往下 就往旁邊出去 好 到這裡 然後從這裡 按下 往旁邊出去 往下 往旁邊 到這裡就可以了 你如果再往右邊過去 就不好 到這裡就可以了 好不好 所以如果說 像 會碑也有這樣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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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會碑也有這樣寫 應該比較少 應該比較少 這樣寫就可以了 好 那 像這個筋 其實如果要寫 太 太直也不好 稍微一個凹的感覺 會更好 右下 按重 慢慢出去 會比較有力 一到 好 一 二 下來 到這裡來 歸 最重要的是 你的床點寫太大 寫小一點點 這個很像銀行來收帳 我前天到台影去換紙鈔 為什麼我要到台影去換 你知道嗎 新錢 有沒有要過 我的狗一樣 那一千塊都打破了 換第二次了 養破就是要去換 應該帶狗去買東西之後 他就不會把牠咬過了 知道錢好用 是嗎 是嗎 也沒有什麼靈性 轉頭就忘記了 你把他趴趴的蛋 還來 還來誰一生呢 還來幫助 錢太多了 都會被寄醜 多到被狗咬 這隻狗有個特色就是 喜歡找口袋 咬口袋 你看這樣 照這條線下來 他不一定要在線上 在線上的話會太右邊 然後這個不要太大 因為這個 這個不要太大 但是這個稍寬 會可以 如果這個大 這個很扁 這個就沒有意義 為什麼 那根底像扁一樣 會太扁 所以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好 試試看 好 很棒 加油一下 來 來 寶珠的 寶珠一向都最好的 不是 好 行道水雄醋 看運氣 好 這個行 這個行 它的書寫 就是牽涉到什麼 兩個步手 第一個就是赤字步 這個是一個行步 這個步的話 這個是要稱之 不能兩個一樣平 大部分都是這個長 這個短一點 因為我這個長 所以我不懂得怎麼處理這個 那原來的寫法 是這樣寫 原來他們的寫法 都是這個 這樣寫對不對 然後從內到外 變成這樣對不對 然後這樣 變成這樣 大部分都是這樣 這個短 這個長 然後呢 你 當然你也可以寫草書的方式寫 但是 如果行書也不會太差 行 到這裡 往這邊帶 往這邊帶 其實 其實 對聯或者是單獨的 也可以這樣寫 往這邊帶 到 也是可以 也不是不行 也可以稍長 但是也不要太長 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嗎 可是 那兩個都是長 不好看 都是嗎 你不要太長太多 因為這個道 這個道的道理就是 可以往 往右邊寫 有一點 背式的方式 也可以這樣寫 對 這樣對不對 那 如果你說 我不要出去 我要讓它上去 可不可以 我 那邊上去呢 可以這樣 一點點讓它上去 可以 不要擦太多就好 但是 不要 可以啦 但是 不要太明顯 不要太明顯 好 穹 水很漂亮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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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牽涉到這個穹 這個 左邊這個部分 你就這樣寫 這樣 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好 下來 下來 不要這個 只有一橫就到了 這個也可以 這個 這個也沒錯啦 這個也可以 然後這個畫下來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呢 從這裡出來 這樣 然後 一點點就好 你也可以 其實也有人這樣寫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呢 重點在哪 往外 再往內 好 好 其實 其實有人 這個不寫 可以啊 不寫怎麼辦啊 這樣寫 因為這個 給它省略掉 嗯 但是這個 它下面一點 就省略了 好不好 行書大概是這樣 如果是 凱書也有人寫這樣 一個 一個 可以 但是這個 還是比較好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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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好看 然後 然後這個 這個是這樣寫 那如果 下來 一 二 雲部嘛 給它虎頭嘛 那它 是 王羲詩是這樣寫 這個 這個不能太寬 太寬 拉出去就不好看 就太扁了 對不對 好 走看 雲起石 雲還好啦 齁 起這個太大了 看可以這樣寫 或者是 或者是 這樣 好不好 王朵就喜歡這樣寫 黃庭堅也喜歡這樣寫 這算是草書了吧 對 對 對 雲起石 你要這個方向就是這樣 會不會 往下 往旁邊 然後上去 嗯 感覺這樣 然後上去 然後上去 或者是 這樣也是可以 好不好 所以呢 石可以了 還不錯 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行到水窮處 行 這樣 長 好 行到 水 好 水 往外 也可以 水窮處 窮 這樣 走 走 走 看 看 好 上去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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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雲 往下 從下 往上 下來 對不對 好 雲 起 好 下 上 看喔 嗯 持 看 好 下來 這樣就可以了 OK 謝謝 好 好 加油一下 好棒 好注意些 好啊 好吃吃一點飯咯